嘿嘿嘿嘿嘿嘿嘿 喂喂喂喂 这也太劲爆了吧 是不是 什么劲爆呀 什么东西啊 不要吧 非常的劲爆 这要是大家都看到了 非炸了锅不可能 算了算了算了 不错再说吧 看这大V转发量这么高 不怕一会儿就上热搜了 那还是瞒不住的 不是这是咱们来说不好 你们到底说什么呢 非想跟我们看看 急死人了 就是 你赶紧的吧 分享来给大家看看 那李老板 我就用我学姐的手机 分享朋友圈了 快快快 你别磨叽 我一天到晚了 我一天到晚了 放了吗 感谢观看 李老板 你这是驾踏两艘船啊 你这是驾踏两艘船啊 为什么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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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板 你这是 快吃饭 吃饭 吃饭 过来说清楚 这一个傻子 树洞都写得那么清楚 家里开面馆 楼上邻居家的哥哥 被他妈抛弃的小哥 这个组合不会有别人了 我早就跟他说了 跟两个哥哥说清楚 他非得拖着 他早就跟你说了 果然你们两个比较好 而且你知道了也不告诉我 不生气不生气 我们回去慢慢说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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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 算是真正的兄妹吧 你怎么对她有这种想法 你说的是我妈 跟爸结婚之后的情况 但事实上呢 我跟李健健 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我爸不把你当亲孩子养吗 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 你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 小时候可是我亲手 把李健健 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 邻居们都看到了 李健健跟我爸敬了茶 我们拜了天地 跟婷娃娃亲有什么区别 娃娃亲 你现在跟我扯这些外理 那我算什么 我还童养夫呢 我从小就跟李健健 睡在一张床上 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以后不在一块儿 那这不天打雷拼啊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你要不要回去问问李爸 他是把你的儿子养 还是女婿养 你闭嘴吧 你问问你妈 你要是跟李健健在一块 她能同意吗 我跟谁在一起 不需要我妈同意 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 好 当事人同意 那太好了 那我告诉你 李健健对于咱俩 都没有那种想法 她把咱俩都当哥哥 只是对你没有 你醒醒吧你 是你醒醒吗 我不已经在一起了 没来急告诉你而已 你们俩在一块儿 她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李健健 你们俩真在一块儿了 你没把她当哥哥啊 不是 小哥 那为什么都是哥哥 你就选他不选我呀 你别吓他 都这么宝贝了 我就问他一句 就是吓他了是吧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都不要我呀 我还是跑的 怕什么 是 不是 我 都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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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